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凤凰每周快讯 让我们先来关注 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 于当地时间9号在巴拿马进行历史性的会谈 据悉这是自1958年以来 美国两国首席外交官首次是正式会谈 另一方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总裁拉加德就表示 全球经济增长仍然是温和且不均 金融的稳定性的风险也还在上升 可能会在美联储开始加息时受到冲击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 晚上问您直播的凤凰 欢迎回来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 古巴官方国家信息通讯社的副社长 莱加诺亚表示 奥巴马与卡斯特罗于当地时间周四晚是通了电话 美国白宫就表示 奥巴马与卡斯特罗均于9号是抵达了巴拿马城 参加美洲峰会 这是50多年来两国领导人第二次已知的会谈 第一次是在去年的12月 奥巴马与卡斯特罗宣布计划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前夕 而目前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另一方面 美国人口调查统计局在马里兰州的总部发生了枪击事件 一名警卫伤重不治身亡 枪手逃亡过程当中也遭击伤最后落亡 据报道 殉职的警卫名叫巴克纳 案发的时候正接近一辆符合绑架 嫌疑人车辆特征的汽车时遭到枪击 警方随后赶到和嫌疑人追逐和搏火 最后嫌犯头部中 天气方面 一股强风暴日前是横扫美国伊利诺伊州中北部地区 造成该州的费尔戴尔镇一人死亡 七人受伤 强风暴过后 小镇共有50多座建筑物受损 一名老年妇女因房屋倒塌不幸丧生 风暴过后 当地的政府已派人到现场救助 给受灾的居民送来食品 水等救援物资 苹果首批的Apple Watch今天凌晨开始接受网络预定 与此同时 苹果公司将允许消费者预约 在门店试戴Apple Watch 预计这款智能手表将会于4月24号开始发货 苹果公司对外的新闻稿就显示 预计Apple Store不会出现滞销 公司零售业务高级副总裁阿伦茨就表示 客户需求强劲 预计Apple Watch上市时 会公布应求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回来马上 欢迎回来 美国一名男子前往土耳其欲加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在未能成功后返回国时被捕 34岁的哈芬8号在芝加哥国际机场被捕 首次出钉后被判吴宝氏拘留 一项新的刑事诉讼指控哈芬企图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 指控就表示哈芬在前往土耳其时向其他人讲述了他的计划 但未能越过边境进入雨 美国司法部向加州联邦法院递交对联邦快递的起诉 指控该公司替客户托运毒品违反管制物品法 标示和内容不符以及洗钱等15项罪名 联邦快递认为公司只是提供快递运送的服务 无权过问客户提交的物品 据报道 早在2004年的时候 机毒署食品药物管理局和国会议员 就已经注意到联邦快递提供的运送服务 涵盖了运送管制物品和毒品 美国西部沿岸沙丁鱼数量十年来急剧减少 数量目前已减少高达九成 原因是与烂布以及气候变化有关 据报道 美国西部的沿岸沙丁鱼数量 从2007年的84万公吨到目前只剩下15万公吨 因此当地政府打算最快在今年内全面实施进步 然而一旦实施进步令后 恐怕会影响当地的渔民 加拿大贝尔公司日前表示已将其子公司贝尔传媒的总裁 库鲁尔撤职并立即生效 虽然未具体说明原因 但看来库鲁尔是因为日前不当干涉旗下 加拿大电视公司的新闻编采作业 库鲁尔只是新闻编采部门 不得让电讯管制机构 加拿大电讯管理局的主席布莱斯 出境机会随即引发风波 好了 以上就是这几节的快讯内容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上为您直播的凤凰美洲新闻 我是乐乐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